如果你要把函数全部通通都彻底了解的话 现在在那个坊间 其实在书店的排行榜里面 这个好像卖的蛮好的 叫Excel职场函数468招 也就是它把这里面整理出468招题目 然后把Excel函数分成这9大类函数 我是有分5类它分到9类 不过其实有些后面的几种应该比较少用得到 OK 然后它就把每个题目分别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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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道题目一道题目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每一道题目都可以完全的掌握 而且可以做出结果来的话 那我想你对Excel函数应该已经非常的OK了 那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但是这本书有个我觉得它函数OK 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延伸到VBA 就是说它做完了那只能到那个 那但是我后面其实像我在别的地方上课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我甚至会把怎么样再把你现在做的动作再变得更有效率一些些 也许你可以用VBA的方式 那VBA大概就两种 一种就是怎么样 一种就是类似我刚刚提到的 我叮我给各位看 不关键就是按按钮 这个方法 门号按下去 答案就出来了 这是方法一 OK 方法二就是插入一个函数 在你的使用者定义里面会出现一个手机函数 那有我分成两种 一个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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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按确定 答案出来 但是需要点两下 这样已经够快了 那后来就我同学说 老师那为什么要点三下呢 可不可以你选一下就好了 这样更快 然后我想对也对 那我后来就多了一个手机范围 范围意思就是给我的范围就好了 不用给我三个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以后如果说你的需求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前提是一个连续的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按确定 然后呢 给我一个连续的范围 我给你一个最后的结果 按个点两下 好 可以这样就好了 这样应该会比较轻松愉快 那如果你办公室里面有很多东西 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帮你写完这件事情 然后给每个同事都有这个东西 他一点两个 那事情就搞定了 那这样会非常好 可是办公室里面目前有这个人存在吗 好像没有啦 需不需要有这种人呢 我觉得有蛮有必要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 而且都一样的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时间省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时间会变得比较充裕 所以就有很多同学 其实前几期有同学就学完之后 他上班时间就在练习VBA 然后呢他就把效率提高了 OK 然后他又有更多时间 所以他又可以再继续练习 然后把他的那个能力给提升起来 然后做事情就越来越惬意了 OK 所以这个呢有一个方向 所以两个部分 一个是按按钮 一个是插入函数 那怎么做我想等一下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那也就是说 以后要解决问题 不外乎就是三种方法 一个是利用内部已经有的 内部的 就是说也许我这边有什么文字函数 这个叫做内建的函数 里面他给你的就是内建的 OK 那我们刚刚做的就是自定的 自己定义出来的函数 那叫自定函数 OK 也就是说呢 本来不存在都是要自定 那另外按按钮的话呢 它也是VBA有一种方法 它不叫函数 这个就是副程式 就是SUB的意思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 手机函数 手机这个部分呢 如果用 REPD 以后也应该怎么做 基本上 不外乎就串接公式 等于什么 等于09 所以你要先什么 09开头 然后AND串接 好像这个应该 各位应该不陌生吧 双引号 然后AND什么 AND这个电信业者 AND什么呢 AND这个门号 那可是问题 你加上去之后的话 假设给它打勾 你会发现 它有个减号 有个minus符号 或者有人叫dash OK 然后呢 把它打勾 它变成091 然后呢 这个minus 80 可是少一个0 所以我要补个0 那你要怎么补0 你当然不可能说 你这边补一个0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这边OK 可是底下就不OK 到这边又多一个0 所以这个补0的动作呢 你变成你要怎么样呢 额外去做 也许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利用 再插入一个 就是那个REPD函数 那如果你要再插入函数 不能按这里 我记得前面的版本会有问题 不过后面的版本好像 按这里也可以 我习惯按这边 再插入REPD 刚好用过 然后呢 你的test是什么 0 所以你输入个0 移开它会自动帮你补0 这里不会 所以你要怎么 自动 你帮它补个0 补一个双引号 补一个双引号 OK 然后呢 重复几次 这个重复的次数呢 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的长度 所以用3去减 3 减掉 它的长度 我用打LEN 刮弧 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刮弧 3 减掉它的长度 因为它的长度是两个字 所以减完是1 一个字 就是重复一次的意思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0911 这个minus 0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串一个什么 end 什么呢 这个东西84 再打勾 OK 所以 rept 这个部分是重复几个0 这个才是后面它原来的东西 打勾 好 有没有 那后面的门号的末码 跟前面 其实公式是几乎一样 差别是 这个是指G4 这个是H4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从这边 复制 Ctrl C 记得 一定要把这个end 因为它这个串 串接 你少一个最后做出来的结果都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G4 有没有 再点击H4 再把G4 再点H4 好 打勾 答案就出来了 点两下 完成 OK 但是基本上呢 它难度会高很多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又一个REP 又一个REUN 然后又一个东西 不过还好是说 后面可以用贴的 比较OK 可是呢 那这个方法 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 云端上 我想你们将来慢慢习惯是 在云端白板里面 刚刚打完了程式 在这边都有 所以你如果等一下有同学打出 结果奇怪做不出来 没关系 你就到云端白板上面 找一下程式码里面的那个index 弹出视窗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 OK 目前有四个同学 有登录进来 那其实有几个 这边也会显示 另外呢 如果你有登录 Google帐号的话 这边有个即时通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上面 问我问题 我也会直接在这里回答你 OK 如果我切换画面的时候 如果你刚好有问题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打上去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 那当然除了说用IP加L1N的话 你还可以利用 不要用IP加L1N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TEXT 这边有个叫 在其他函数 里面的文字 各位找一下TES TEXT 不是觉得这个函数会比较简单 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它这边是TES 后面要加个Value Value指的是你要给什么 给一个它里面的储存格 后面是Format Format是格式化 格式化成几码 如果你是三个字 你又补一个000 它就帮你变成080 OK 这个好像应该简单多 所以如果你不用IP加L1N的话 你可以用TES 按确定 然后Value就是你的门号的区码 你的Format 记得是000 那这边有个说明 你可以在格式 其实跟那个格式很像 可是那个格式是表面的 它是直接帮你真的做出那个格式出来 可是问题 你这边记得 一样要前后加双引号 很多地方好像都不会补 可是一幅会补 这个不会补 有没有 084出来 按确定 你又发现呢 有没有 这个法简单 而且 这个再把它Ctrl C Ctrl V 用TES好像就快很多了 这个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H4 打勾 有没有 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 可是呢 公式 就是 却短了许多 关键在这里 有没有 双引号 000 OK 试试看 两个方法 那答案的话 如果你找不到 讲义里面也有 或者是说在云端白板上面 的那个程式 这个 跟这一段 OK 这个是第二种解法 把字把它放大一点点好了 OK 好 那画面先帮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也就是说 当然呢 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答案上面 没有一个标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就像我们这一道题目 我会提供给各位 当然就是 你可以用最 最 笨的方法 也可以用最快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 当然你就是需要自己有很多种 处理问题的招式 你就可以很快的 就所谓的见招拆招 因为最厉害的高手 都是没有招的 就是都是见招拆招 那你必须要 累积一定的基本功夫 所以为什么 我刚刚跟各位介绍 那个什么 Excel函数 那个468招 当然 那个有点夸张 你要把468招 全部都做 做过一轮 我看这个 应该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可是说真的 如果你可以把那本书 每一个范例都做过 我相信呢 你那个函数 应该也已经 差不多错处有余了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没有延伸到 智力函数跟VBA 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后面的课程 会帮各位再延伸出去 因为VBA这个部分 是算我的专长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我比较喜欢后面 但是因为前面我没有一个铺层 我怕很多同学 直接讲后面会听不懂 因为虽然非常的快 但是 这里面的话 有蛮多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一个小地方没注意到 它就没办法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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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